大家好,护肤不正确会引起皮肤的各种不适 今天就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护肤的七大步骤 第一步,洁面 洁面很重要,肌肤清洁不干净 再神奇的护肤品也拯救不了你的皮肤 所以,洁面要仔细,水温要适中 轻柔打圈按摩,才能洗干净哦 第二步,面膜 敷面膜前最好用热毛肌敷一下 使毛孔充分张开,吸收养分 注意时间不能过长 一般15-20分钟 那样面膜才能发挥它的功效 第三步,化妆水 使用化妆棉,对皮肤进行二次清洁 来为下一步打好基础 第四步,肌底液 滋养皮肤,使皮肤喝饱水,重现光泽活力 第五步,精华液 这时候就需要根据自己的皮肤问题 来选择相应功效的精华液了 第六步,乳液或者面霜 取适量,涂抹在脸上 在皮肤上形成天然的保护膜 可以强化肌肤的防御功能 第七步,防晒霜 一年四季都要使用哦 在冬天也是有紫外线的 并且需要根据不同的场合 选择不同倍数的防晒霜 小可爱们,正确的护肤步骤 给你带来皮肤更好的体验 一定不要拖劳哦 我给你带来皮肤的防御功能 我给你带来皮肤的防御功能